歡迎來到今天的純隊寥寥 那這幾話是衛權的純隊寥寥 但是是比較低價格版本的 那當然我覺得說原生的21年的Top卡 基本上衛權現在也只有21年的Top卡可以用 那原生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有幾個位置不太行 那如果我覺得這幾個位置不太行的 就可以考慮直接上千或者是直接補傳奇 那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是補手 補手的話其實卡片出的蠻多 但是蠻多都不漂亮的 那就這個狀況的話 我覺得這張11月的 雖然說可以用左殺去補搓打擊 但是我覺得說力量上面10月這張可能好一點點 那手背評價我覺得還好 所以我會選擇用10月的 反正這兩張打擊都這樣 就是這樣子 那767690加上跑壘78 這樣真的不太好救啦 不過如果你是要玩衛權純隊的話 要玩興趣的話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說就用幾列幾號吧 那等一下會介紹可以補這些位置的傳奇啊 那就是大家再去參考啊 那你要上千就有資金都沒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是一壘 一壘的話 不對 那一張不是出在一壘 那一張出在三壘 那一壘的話我覺得放10月的賀蕾拉 這張的話基本上也是跑壘不太夠 那力量75也有點偏低 但是就是相對可能會比較強的啦 那這張的話應該就放一壘 那一壘的話之後搞不好有機會再出 出朱祥林的籤卡 那就再看情況 那二壘的話我會放 二壘 二壘我會放李凱威 李凱威的話我會放這個 四月的 就 欸其實 都 不是很強 其實都不是很強 那就沒有辦法 那這樣四月的話就 速度跟守備組 媽 那二壘的話也是有一點小問題 在火力上面 所以可能也要 那我覺得大部分都要上傳提上先卡 那當然你要用沒有問題啊 反正 有些人玩遊戲是 有愛像的嘛 然後三壘 三壘的話我會選無中龍啦 雖然說這個767676 加上選球76 然後跑壘才81 真的不太夠用啊 不過就這樣沒什麼卡可以選 然後優級優級我覺得問題最大 優級的話應該 下面這兩張手瓶BR 我可能就比較不會去考慮 那就只能選 選張鎮宇 那這張的話 打擊只有70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啊 是最需要補的 就真的不太OK 那看你要外援 去借其他隊的 還是要用 本隊的籤卡或傳奇都可以 優級的籤卡 我記得好像相對 沒這麼貴 好接下來的話 先講指定打擊好了 指定打擊的話我會放4月的珠祥林 這張的話 嗯 就篩選起來 數值相對比較漂亮一點點 但是21年的頭卡就是這樣子 真的沒幾張做的比較好 就都做的蠻 蠻糟糕的 好接下來是外野手 右外野的話我會放 4月的真陶龍 雖然說這張右外野是A 但是數值上面我覺得 就還蠻漂亮的 那這個張右銘有點 L打擊有點歪掉 而且力量不夠 那靈光位的話是跑雷不太夠 那郭天馨我覺得放中外野就好 所以這樣選一選 其實也沒什麼卡好選的啊 所以右外野就放 就放真陶龍吧 中外野的話有兩個選擇 我自己覺得 可以放這個 11月的郭天馨 或者是 或者是 10人的郭天馨 這兩張我覺得都OK 數值上面都蠻漂亮的 這可能是 少數幾張 數值上面 出的比較漂亮 21年的TAP卡 這還有吧 好 剛剛講到LF嗎 LF的話 就 我自己就覺得放 成品節就好 那基本上就放 10月這張吧 4月的 收平我覺得還好 而且數值上面差不多 就放這張吧 那換球之後 我覺得其實平均數值是可以拉起來的啊 而且像21年的TAP卡其實 縱使出到858585 也沒有到非常好用啊 大部分現在都是轉向 千卡跟傳奇在使用 所以其實我覺得21年的TAP卡出的 像 這一次21年的紀錄 跟21年的 十人那樣子 再弱化一點點 我覺得都還OK 不然其實像21年的 十人跟紀錄其實就 有些出的蠻恐怖 然後就這樣吧 然後 先來講 現在講可以補的位置 趁大家還有記憶的時候 好 補手 補手的話 如果要補的話 我會直接補呂明士啊 那這張呂明士可能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L打擊有點偏低 可能要用左殺 那其他數值就沒有問題 一雷手的話我會補馬斯 那這個數值其實就也還不錯啦 就可能一樣用左殺去補 那二雷手的話 一樣用左殺去補 那數值上面就其他沒有太大問題 衛拳有個好處啊 就是卡價相對比較便宜 好 接下來是泰山 這張就不用用左殺補了啦 這樣就可以直接用了 尤其的話 我會推吉米 吉米也是不用補 這可能可以打第一棒 補刨類 然後 三個外野 左外野的話我會推順趙莉 那這個一樣用左殺去補 那不過這張有個特色 他三外野都可以守 而且三外野都是S 那中外野的話就用坎莎諾吧 一樣用左殺去補 每張都要用左殺去補 就整隊都左頭殺手 好 接下來右外野 右外野的話我會推愛博 一樣用左殺去補 或者是啊 剛才前面講到的所有的左殺啊 你要用慢熱型去補 也都可以 那一樣數值上面都還OK啦 傳奇就是這樣子 要練的滿就會不錯 那剛才提到這些傳奇啊 在 目前傳奇的卡系來看的話 真的啊 都相對比較便宜 可憐之前最貴的 這個坎莎諾啊 這數值上面95的 非常漂亮的 目前狀況也差不多在16億 不是像某些什麼 什麼兄弟的 什麼 什麼卡片之類的 什麼 100 差異的啊 那 還在漲的啊 就沒有這麼恐怖 好 那傳奇基本上就 拿這些去補吧 然後接下來是先發投手 先發的話 不多 真的不多 基本上這樣點一點啊 就是五張 也沒什麼好補的 然後那第一張是布里漢 布里漢我覺得就沒有問題了 這張就是 我覺得這張就是要入手 還有王維忠 這兩張就 相對數值比較好一點點 球種也比較多一點點 好接下來要講的三張啊 就 球種偏少 然後第一張是徐若曦 徐若曦的話 基本上就放四月的 就好了 數值上面不錯啊 但球種少一顆 不過他有一顆 紫叉球 應該還不錯 那鋼龍就 沒有紫叉跟生卡了 所以就看個人 但是也沒什麼卡了 也只能放這個 就放十月鋼龍 然後最後一張是林子羽 這樣的話就 因為沒卡了 所以就還是要塞一張 進先發啦 那如果你要用傳奇補啊 傳奇補的話就黃平洋 然後史東 黃文博 跟達瑞 還有多利 我覺得就補這幾張吧 如果要用傳奇補的話 好接下來是中繼 中繼也沒什麼選擇 基本上這樣跳出來也是就 就五六張而已 然後第一張是王玉浦 四月王玉浦啊 雖然說是四球種 好那第二張是五朵 五朵的話就放四月的 應該也沒有第二張五朵可以放 基本上就是這樣 卡片目前來說 就純隊來說 就真的偏少 好那接下來的話是呂尾城 那呂尾城的話 基本上就 數值上面是還蠻漂亮的 但是就是球種有點偏少 好接下來是四月的廖刃蕾 那這張的話 好像是當初被做壞的嘛 不過他有一顆 深卡球 就是直球變速二逢配深卡 所以說就 要玩存隊啦 我覺得可以入手啊 那如果你不想入手 就 就可以挑其他的 像是劉家凱啊 雖然說數值上面沒這麼漂亮 不過說 球種 跟平均度來看的話 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不然就是 這樣靈異打我覺得 投的蠻不錯的啊 防禦0 四種幾 WHIP值1 投了11局 還有4K 還有6K 然後數值出這樣 球種這樣 就 沒什麼卡可以用 好 那應該就這樣 應該還有一張 剛才好像沒有講到 但是在哪裡 喔這個 陳冠尾 這樣的話 就比較大的問題在 球數61啊 就沒有出的這麼高 不然他的球種 有直球變速配置 他球 還有個二縫線 球種上面是 相對還行啊 那21年的type卡 就是這樣子 就整體沒有出的很好 那如果你覺得 有哪幾個位置不行啊 就用三張 就是用三張傳奇去補啊 不是千卡傳奇 那 就是這樣 沒什麼東西可以挑 蠻難挑的啦 所以我當初 就 有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做這個 衛權存隊 目前的卡量有點 有點太少 那最後是CP CP的話 如果你要傳奇就是 凱撒 跟 李一南 那我覺得 這兩張要選的話 選凱撒就好了 這個數值 前三項有差的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 21年的type卡 就是唯一一張 不用補到傳奇的位置 因為CP也只要放一張 那 他原生的CP 21年的原生CP 就出的蠻強的 我覺得這是唯一一張 可能不用補傳奇的位置 那 天哲就沒有問題 這個數值就蠻強的 那就看你要 球數球位比較高的 這張8月 還是要 變化 跟價格比較好的 這個 11月 就看個人 我自己是推8月的 所以就是這樣子吧 所以 真的 目前的狀況來看的話 那還是要等22年的type卡 不知道會出的什麼 奇怪的樣子 目前就不太好補 所以說如果要玩衛權存對的話 就可能 就先這樣補吧 反正之後再拿來當材料吧 好 那我們就期待22年 有比較好的type卡出現吧 雖然 現在已經是不期不代了 千卡主流 不期不代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有其他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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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